大白菜 一会儿鸡酸菜 酸菜给它破开 大白破开之后 这个炒白菜 剩下这部分 鸡酸菜 同样的道理 这个芯 剩下的这些 鸡酸菜 把这个焯一下 焯一下 焯下目的就是 剃除它的炸底 然后 使鸡酸杆 逐利的繁殖 消除炸底 这是计算它 关键的一步 这是焯过的白菜 焯完之后 给它 晾凉 这样 这样的话 即焯完之后 晾凉 就能使白菜上的 杂菌 撒灭 然后只保留 这个 鸡酸杆菌 就是这种 酸菜分味的这种 这种菌 然后放到 这个 现有的这个 酸菜缸里 酸菜桶里 这是酸菜 酸菜 拿出来了 倒出来了 这是超过二十天的 已经吃过了 这是压的这个 把新的白菜 放进去了 这个环境 上面是一个田 这样防止下雨 下雨遮雨 然后呢 就是给它 盖上盖 接下来呢 把这个 这个原来的酸菜呢 再放回去 放回去 放回来 这是记好的酸菜 这是记好的酸菜 压实 压实 放回来 好 然后给它压上 之后盖上 完事儿 记好的酸菜 就是这个样子的 很柔软 很柔软 闻起来很酸 很自然的那种倾向 韧性 韧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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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呢 放在手袋里 然后 放在 冷藏 所以呢 这个季节 做这种 双菜很容易的 室外呢 5到15度之间 现在是2月 2月5号 这个季节 非常适合